大家好,欢迎收看10月25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铁EMU900型通勤电联车 首批列车海运抵台 25号的上午台铁特别展出了一列 10辆编组全新的电联车 在花联车站举办了新车见面会 吸引了相当多的铁道迷 到此来参观拍照留念 台铁赤资新台币253亿元 购买的EMU900型通勤电联车 由韩国乐铁宇城设计霸果高铁TGV的 MBD Technologies工业设计团队合作打造 共采购了52列 25号上午在花联火车站举行了见面会 让许多铁道迷能够拍照打卡 EMU900型的通勤区间车 到在花联举办新车的见面会 这台车事实上有大概四项的特点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它的运能 因为我们这一次透过十辆一个编组 有别于以往的八辆一个编组的设计 所以在车厢的空间也做了优化的处理 包括我们把这个驾驶室做了一个缩减 踩十辆一个编组 车厢的这个优化设计以后 整个运能可以提供40% 这个是我们在目前这台史上最美的区间车 事实上不管是在运能安全还有舒适性 跟这个美学设计上面都有大幅的提升 那也希望所有的我们未来上线云云以后 所有的旅客们乘客们都能够看到这台通勤电链车 以微笑来迎接大家 然后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更充实美好快乐幸福的生活 为了欢迎新车的到来举办新车见面会 在花莲火车站后站展示一列EMU900型的电链车 开放民众近距离的拍摄外观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